大家好 現在呢我們在內湖本田 今天來這邊呢就是為了我眼前的這一台很新穎的2021年式的CB650R 那麼今天來這邊呢看到載實車啊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漂亮 因為看網路上蠻多的影片呢在介紹載車的時候看到這個頭啊是差不多但是尾殼這個地方看起來就很奇怪 可是實際上載車它的尾殼看上去啊以實車而言真的不會難看 它這個一體式的尾殼原本這邊是一個後扶手設計那麼現在改成一體式尾殼之後就把這整個後扶手給包覆起來 那再來就是它這個後排架以照片上來看啊真的很突兀 尤其是這個角度這樣看 你如果單從這個角度看很突兀 可是如果說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後排架的立體造型就馬上就顯現出來了 再來就是你從正後方來看呢 這個後排架它是很有層次感的 它整個層次感就可以顯露出來了 那麼這一次的改版啊 它的車漆有改變 原本 原本的CB呢 1920的CB它都是 在油箱上面的顏色不一樣 但是在21的CB它連土除的顏色都有跟車身做銅色的處理 所以說 1920的CB呢 它是油箱不一樣 土除都是銅色 但是21的CB就是 土除油箱都是銅色 不會說只有油箱不一樣了 那麼整體而言整個車頭看上去的視覺感受啊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樣的 那麼它的整個前叉呢 改用新的秀瓦的前叉之後 顏色上看起來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可是實際上 我還沒騎過 所以我也不敢斷定 那差別就在於在這邊 它會有寫SFF BP的這個字樣 打開電門之後呢 是這一次21年CB的另外一個改變重點 我把這邊遮暗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時鐘 還有這一個 里程的這個字啊 它變得比較粗大 所以說它的辨識度會變好 但是它的辨識度變好 我覺得亮度上面是還好 主要呢是這個字體的改變 它的字體都有變比較粗比較大 那麼我把 這個里程表調一下給大家看 像在它的平均里程2公里 跟這個0.2 它的字體啊 就比舊版的CB或CBR 它這個字體是比較大一點的 然後時速表這個整個字體界面 看起來是差不多這個地方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都沒有動 主要是動這123 這三個地方 它的字體看起來是比較粗 看起來比較肥一點 那其他整個儀表板的界面都沒有動 都差不多的 把手的造型也都是一樣 跟1920的一樣沒有動 然後 三腳台的部分 幕式也是沒有動的 它這個 秀瓦的 SF BP 它的 整個基座那些跟 我們1920都是一樣的 幕式啊是可以整個沿用上來的 那接著呢 21年式的 CB跟我們1920年的 舊款 還有一個差別就是在於後車廂的開關方式 從原本的上面這一邊 改到下面 那它在下面 屁股下面這一邊呢 擦下去之後 一樣轉開 然後 往上反 一樣要拍一下 拍開之後 做件的 結構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裡面這邊不一樣 我們舊版的 CB跟CBR它在這一邊 它的整個工具盒的這個形狀是跟 這一台車是不一樣 再來就是 21年的車 它這邊多了一個 這個東西 它的走線感覺是比較 雜亂一點 1920它這邊車廂的走線是比較整潔一點 走得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工具包的固定位置比較寬 像我的 天蠍座紀錄期就是放在 這個工具盒的基座 但是21年之後就不能講安裝 因為它的這個工具盒基座變大了 那麼我們把這個桌墊掀開之後可以看到這個骨架這邊啊 車架這邊基本上都是沒有跟動的 尾燈啊 這些都是沒有跟動 那麼 這底下 牌架這邊有跟動 原本 CB CBR 19的車子 它牌架這邊是四顆螺絲固定 但是21年之後它的牌架改成從裡面固定 它的整個 切削的牌架 設計都完全不同 所以說它的 後面的基座短牌架完全都是不一樣 那另外再來一次它的後土櫥啊 整個 金屬的這個 新的材質結構 它在這邊還有做一個樓空的處理 它算是非常的細 那它就是一個 金屬包覆塑料的材質來呈現的 好 那我們 一樣 我跨座上車給大家看一下 看它的整個 表現怎麼樣 實際跨座上車之後呢 我覺得做高跟 1920的CB跟CBR是差不多的 那麼前懸吊呢 其實我剛壓了一下 其實它的 整個 整個 沉下去跟回來的感覺 我覺得 以原地來試試是不準的 那這可能要等之後我們去上路騎乘才可以體驗得出來 再來就是整個 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舊版的真的差不多 它就是只能算這個小改版 然後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可以看到這個儀表版 它的字體變大就變得很清楚 另外在燈系的部分呢 這台車也是沒有做任何的跟動 就是跟舊版的一樣 它不像CB1000啊 它這邊變成一個水滴型 它還是圓形的 那方向燈感覺造型上也是差不多 它一樣有個定位燈的設計 此外呢 這台車它是 加拿大規格借來展示的 所以說 它有些配備跟台規是會有所差異的 那 等到明年台規來之後呢 實際上的 介面啊 樣子還是以台規為主 但是 大致上基本上就跟這台車差不多了 然後這台車 看起來 尾 尾巴 出口就是外規的 它就是比較大的 台規在這個洞呢 可能會小一點點 那其他而言呢 它的輪胎 配胎也不一樣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1920的CB呢 它的配胎呢 是向排的 然後呢 CBR是配登陸 Sport Max 第二意思 但是在加規 這台加規部分呢 它的 輪胎就是配 第二意思 我不知道台規會不會也是一樣的配置 還是說跟 舊版一樣會有差異 這個我就不知道 就等到實測來才能確認 然後鏈條的部分看一下 鏈條部分這台車一樣是配RK的 那以 1920的CBR跟CB來說呢 它的鏈條會配 DID跟RK兩種 那之後的21年會不會統一都變成RK 還是都是 有兩種同時公益 這就不知道 以整體而言呢 這一次的 小改版的 CBCBR 以目前這台CB看起來呢 它的改動的幅度啊 其實真的沒有到很大 就是一些小細節優化 但是呢 這個尾殼 跟這個吐廚的造型呢 實際上來看啊 實車是比舊版的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有造型的 所以說很猶豫 屁股造型 很在意屁股造型的各位朋友們 你們可以來現場看看實車 看這個線條 那就是像我說 從這個後面45度站著去看 會比你這樣蹲著去看 來的好 造型上來講會是比較細緻 比較漂亮的 那其他 這樣子看過去 整台車的型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一些小細節的優化 小細節的改變 那 這個呢 其實這些優化跟改變啊 還是要 實際的騎乘會比較準確 好那這次的介紹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